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氣報告 繼續受到東北掛有風的影響 今早天氣仍然相當地涼 7時多時市區的氣溫只有14度 一如以往 新界地區比市區低好幾度 例如在沙田大埔分別只有12度和11度 而石崗和打鼓嶺 氣溫更加只有單位數字 分別只有9度和6度 如果大家今早需要早起床出門的話 記得要穿一件厚一點的衣服 除了幾涼之外 今天天氣都會比較乾燥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深厚 表示火災危險性都頗高 大家要小心防火 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記得到 在我們南邊的南海北部 有些比較厚一點的雲層 預計這些雲層 今天較後的時間 有機會飄過來影響我們 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將會是大致天晴 和乾燥 早上天氣相當清涼 今天稍後雲量會增多 今天最高氣溫大約會有18度 至於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 將會是逐漸的緩和的 換句話說天氣情風將會暖一些 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氣溫將會是逐漸的回升 不必要留意 去到下個星期中期的時候 有機會有幾陣雨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第四節